快點快點 是做什麼用的 各縣市的部分 你這邊有沒有數字 我這邊有我們整個的 我們現在 現在是有44億 是環保署的 對45億 那地方的呢 地方加起來也差不多這個數字 加起來差不多100億 所以加起來大概100億 那這個增長的速度 是從多少增長到今天加起來100億 那要看哪一年到哪一年 我看以這個101年的話 它是38億嘛 對 去年增長到44億 增加了6億 好 本席所關心的 是空氣污染 當然要防治 然後要防治的方法 其中 這個以架質量 提高它的成本 加到這個污染者付費 理論上 是站得住腳的 但是問題接下來 我們政府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拿到這樣的錢以後 做了哪些事 真正可以 發揮 好 控制污染的 這個效果 這個如果環保史沒有 沒有法官 沒有去做調查 研究分析的話 那等於說 一直拿人民的錢 那人民呢 也就是說 我下 花錢消災 但是對我們整個 空氣的這個品質啊 沒有真正改善的作用 這個向您報告 其實這麼多年來 空氣品質的改善 其實是蠻顯著的 好比說我們在 90年初的時候 不良率7% 現在降到0.95%了 就是超過100 不良的那個日數啊 對這個進步 小於1%了 大概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 中小企業 出走了一半以上 但是我們其實做了很多努力 在很多污染的排放的 標準的加鹽 燃料中的污染的那個能度的降低 所以這些油品的這個品質的提升 這些啊 當然是正面的 對對對 其實做了很多 還有我們對一些工地的要求 這些改善的這些管制啊 也做得非常的嚴格現在 所以啊 如何有效運用這些這些基金 是一大課題 是是 不要把它當成是 相關單位啊 尤其是 環保團體 環保這個單位啊 它的福利 福利經費的來源啊 不要以這樣消極來作為 是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 你在環保署這邊 中央的 有力法院來監督啊 但是環保署對地方的 這個要求 本席是建議 你用比賽的方式 比賽 像公益彩線 都有評比啊 你的財政部都有評比哪個縣市 做得好啊 第幾名啊 那你有這個 這個防治基金的有效使用 你從來沒有比賽過啊 我們有 地方空氣污染這個整個執行基金的整體 那有比啦 那是空氣品質環境品質啊 對對對 我說那個基金的執行 基金的執行 基金的執行 這個我們可以來考慮一下 怎麼樣去去用個指標的話 有些上市 可能好幾個指標去衡量 有些不收基金 不收這些基金的話 嗯 它的環境品質 隨著結果的改變 例如台北市 你看三十年前台北市有煙囪 今天台北市有煙囪嗎 沒啦 煙囪到哪裡去啦 很多小煙囪啊 現在台北市煙囪 原來那個大煙囪 現在到哪裡去啦 從台北市到新北市到桃園 桃園縣 往中南部跑 往彰化台中 往南部跑啊 那這個跟台北市的空氣污染的 這個房子有什麼關係的 沒有吧 是 毫無關係 毫無作為啊 這是把它趕走而已啊 那裡最好是把全台灣的 有空氣污染之餘的這些產業 通通把它趕走 煙囪通通不見 那就不要再說這個房子基金啊 那可能嗎 不可能啊 所以以臨為貨嘛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來講 我們的經濟發展 經濟成長一直上來 可是空氣品質一直變好 但是你看 地方要課整個污染稅 中央又不給 中央又不給啊 地方要課污染稅 目前為止 地方提出課污染稅的 有幾個縣市 那中央 把那擋了幾個 它是二氧化碳的那個稅 各方面的 各方面的 這個 報紙都報過了 現在雲林 雲林跟那個高雄 他對二氧化碳要去抽 這是基本的啊 對 那台南也曾經啊 這個 這個沙石啊 對沙石車啊 對沙石進口呢 那公司要課稅 也被擋住啊 自治條例 中央也不給啊 好 說這個攸關全國的 好 這個建設的發展 好 這個 不能 因為你 讓他 在那邊進口 所以在那邊課稅 這什麼道理啊 破壞他們的道路 污染他們的環境 降低了當地生活的品質 怎麼不可以加稅呢 所以啊 這個中央根本啊 不從合理的體制上 去允許它必有的進步 結果這些形式 找錢找錢 現在變得回缺啊 你看工業區越多了 這個污染防治基金收的越多 但是工業區越多了 污染的嚴重性也越大 好 所以 所以他就轉嫁成本了 好 所以有些地方他運用的不錯 像高雄市他們最近的 空氣品質改善 就一直進步蠻大的 這個個案的運用不錯 值得鼓勵 是 但是本席市建議環保署 這一個全面性 系統性的一個建制 好 這個機制的建制 讓他可以助動 各縣市來比賽 這一方面環保署啊 這個 用力 用力不夠啦 用心不足 那我們來檢討看看 不是檢討看看啊 你看那個工業財限 工業財限的收入 他們 他們比賽的這麼好 一比的話 那個所長 就不好意思了 一樣拿錢 結果人家用錢 用的效果 效率 比有沒有好 他就會檢討啊 那你都沒有給他 指標 的參考 也沒有給他比賽的壓力 這個 而且 相對的只是 哪錢為樂 一直收錢 所以開發工業區 蚊子工業區 一大堆 他還樂此不疲 為什麼 變成這樣子 好 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 好 再來 提到這個 清潔人眼 執行職務死亡 記住金啊 現在個縣市執行的情形如何 這個基本上是發生一些 重大的傷亡的案件的時候 來申請的記住了 那當然我們最終還是要宣導他們 這個公務員的這個作業安全 安全 減少這方面的死亡 那這部分當然有一些成效了 過去最多的時候 一年達到死亡22個 哪個縣市最差 死亡最多 又沒有比賽了 又沒有比較了 對 那去年好像是六個 六位了 時間停停停停 已經過了15秒了 我們有排序嗎 主席你看要維持 維持 維持我們的 這個打 執行的品質跟效率 停了停了 你看我給我 30秒去了 30秒去了 一分鐘很快就過去了 有有有 我們在關心有有排序了 環保人員的安全 我們有排序喔 生命 嗯 有排序了 你看啊光那個 光那個 光那個 垃圾收印的那個環保車啊 有多少環保車附帶那個安全帶的 都是這樣上去就抓著 有沒有上去說掛個安全帶 沒有 我們是規定需要的 規定需要為什麼沒有執行啊 對 齁 那最後摔死啊 又製造悲劇 沒有比賽 這個事後資料 給我啦 有有有有排名啦 有排序 有排名 那為什麼拖這麼多時間 兩分鐘過去 剛才是剩下兩分三十四秒 現在我們會提供給您 我會提供給您 呵呵呵 這不是開玩笑 完整的資料送給徐委員 對對對 呵呵 那這邊呢 本集是說 對這個清潔人員的安全保障 還有他生活的保障 他有時候 在這種現在失業率那麼高 失業情況嚴重 這些通常都是比較 社經地位低的 所以他是屬於邊際勞力的 邊際勞力能夠有一份安定的 清潔 好 隊員的 環保人員的一個收入的話 工作的話 是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 保障 但是他 欸 應工性質啦 你賠他多少錢 他 沒辦法吸水長流 所以這個時候保障他們的工作 我在台南市場任務的時候 我是破格 給他 兒女 頂他的切 是 這額外的參考 我希望中央立法保障 地方大概都有這樣做 應工性質很可憐的 沒錯 他家裡都不夠苦 你在他的健康 他的生命安全 你沒有跟他保障的話 他比較危險的 因為他就不去掃了 是是是 他的偷工 偷雞摸國 應復應復 那如果說你跟他保障好 規定好 那個意外發生的機率很低 萬一意外發生的時候 得到了充分的一個保障 跟補償 那這個時候 他的工作意願就會提高 好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好謝謝 謝謝 謝謝西伯委員